锦牌经纪人聚焦艺人成长 东西养成方法论 遇到不同角色 我竭尽所能去完成它 然后一步步走到今天 是多年积累磨练出的角色驾驭能力 其实每部戏都像我的成长记录 随便不是一蹴而就的 撰稿 小巴 演员一炮而红的高起点 究竟利弊如何因人而异 就像多年前凭青春期走红的赵一欢 彼时他阴阳光明朗的形象 迅速成为宅男女神 四面八方的订阅向赵一欢涌来 让他风头无两 演员竞争尤为激烈 新人冒头替代救人的现象 时有发生 这是行业运转秩序下的某种规律 渐渐的赵一欢好像开始淡出了主流视野 但实际上 他一直在默默耕耘 用自己的努力去尽力克服外界影响 三十家女演员的那些变量 当赵一欢出现在即将收官的 叠战剧梅花红桃李时 人们惊奇地发现了这张熟悉的面孔 即便曝光减少 但经典角色的印记 使他从未被人遗忘 这回 青春女神变身乱世家人张淑云 去讲述时代洪流中的女性 如何夹缝求生的故事 这是赵一欢首次出电叠战剧 解锁新题材新角色 对他而言不止意味着透宽了演员版图 也从时代的角度 映射了女演员睡变轨迹的一角 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影视行业 通过输入输出的循环机制 能延长女演员的迎评生命力 赵一欢显然身安此道 终生学习者是她在演员身份之外 对自己的定义乱世家人 藏于美艳之下的女性牢笼 如果说梅花红桃的主人公是为正义信仰而战 传递真善美的普世价值 那么归属日本管辖的太和商行的行长夫人张淑云 则与之形成对照 她没有因身份被赋予革命重任 所以保障自我利益成了她的头等大事 有福之父却攀附权是出轨丈夫的手下 放在世俗眼光里是触碰道德底线的行为 但对张淑云而言 这是她在动荡时期的生存法则 谁强就接近谁 将其变成自己的靠山 张淑云的功利性半生着悲凉色彩 因为她做出选择的初心 不过是为了活着 而为了这个目的 她可以戴上面具 拥近手段 甚至随时道哥 在大时代下坚守自我 对一些女性施奢侈 这为张淑云的悲剧结局埋下伏笔 在赵一环看来 张淑云属于会致命的漂亮女人 但同时也是民国时期乱世家人的代表 她的想法非常简单 所做的一切只是想要活着 张淑云在任何人面前是没有自己灵魂的 是没有自我的 正是这样一个身处特殊年代的女性角色 深深吸引了赵一环 她说 在看到经纪人发来的两页纸 张淑云的戏时 就特别动容决定去试戏争取这个角色 我觉得张淑云特别浪漫 对这个角色很有感觉 当时试戏导演不在 我后来还特意找她讲了 我对这个角色的理解 本来我是比较随缘的人 但这件事 我特别积极第一次演叠战剧 赵一环面临的挑战可想而知 难点不在于张淑云较好的身材外形 而在于如何挖掘人物身上的故事和紧扣人物内核 为其赋予血肉 何况 赵一环跟张淑云性格截然不同 这些都是表演时要弥合的鸿沟 做足案头功课 是赵一环贴近角色的方法 她花了大量时间查阅相关的历史资料 找了民国时期十几个女性作样本 去钻研她们的经历和生存状态 提取出跟张淑云内核相似的地方 写了一份详尽的人物小传 除了为张淑云的严信举止建立一套逻辑体系 赵一环还特意设计了含有女人味的声音腔调 美丽是她的武器 我希望她出场的每个表情和每句话都是个钩子 所以我在家录了几个音频 跟导演讨论哪个更符合人物的感觉 为达到行神兼备 在角色的视觉层面赵一环也下了不少功夫 张淑云身着华丽旗袍亮相 赵一环的恶罗多姿相当吸睛 相比其他角色服装类型会有更换 张淑云的旗袍扮永久 仿佛她的战袍 赵一环认为 穿旗袍是张淑云坚持的民国女性独有的美 为了保证旗袍的贴身度 直到杀新那天 赵一环都会把旗袍上身来微调尺寸 而且她还穿了腰风 时刻提醒自己不要陷那口气 始终保持角色状态 张淑云不好演 演不好就会显得廉价 这个度是高级的 你一定要在脑子里拿捏 哪怕有一个人能看出你的一点小心思 这都是表演的成功 所以我的弦一直在绷着 赵一环还给张淑云买了很多配饰 比如剩弱珍珠的成分 增加宝石的分量 就是为了契合角色 珠光宝气的璀璨魅惑 曾田致命感 在跟导演讨论 为张淑云选择何种道具时 赵一环选了扇子 还自己买了好几把 她认为 扇子给了角色支撑 看起来优雅性感 而且会让观众觉得 张淑云的风情万种 不仅在骨子里 还多了一份迫不得已 在吃透角色的基础上进行创作 能让演员的表演更生动鲜活 张淑云被丈夫扇巴掌 掐脖子 逼迫大笑那场戏 登上热搜 引发网友讨论 赵一环侧身醋眉 满脸涨红 青筋吐起 放声大笑却眼角挂泪 用一系列为表情 传递出角色 从面对压迫的不甘倔强 到深知难摆脱命运枷锁的绝望顺从 在演这场情绪 大开大和的戏时 赵一环政治生理期 他就利用身体的痛感跟角色 感同身受 他跟对手演员配合调整表演节奏 该真打就真打 最终呈现出这场 只拍了两三条就过了的名场面 面对这样一个男人 你能怎么做 你不能骂他 也不能大哭 当时 淑云的心情 就是我后半辈子 只能这么生活了 起码丈夫还要我 已经非常感恩了 所以只能听他的 感慨自己命运悲惨 但是又什么都做不了 那种表演就是 他变态 我也变态 他拧巴 我也拧巴 但拧巴的过程中 我就一直在扣沙发 这是淑云吊着自己的一丝倔强 和想要疏远的那种 抗争令赵一欢 印象深刻的 还有几场戏 张淑云跟赵安偷情 赵一欢表演时 加了一些小设计 先把文件往桌上一放 等到男方过来跟他说 事情有得对方吃醋 坐回椅子上 张淑云再静止坐到赵安大腿上去哄他 这样 角色的饱满度得到提升 拜佛那场戏 事实上拍摄时 赵一欢说了很多 自己为张淑云补充的台词 把人物前史 交代得非常清楚 那天拍他去寺庙 从早上化妆 开始梳理台词时 赵一欢就想着 淑云的命运多产 眼睛一直泛红 在张淑云出场的大多数时候 情绪都偏向内敛 唯有洗澡时 跟丈夫老罗 坦白心生纳目 张淑云流露出了 相对外放的一面 这也是赵一欢杀青前的 最后一场戏 凌晨两三点 泡在四十度的水里 感觉快要窒息 加上一夜半纸的台词量 赵一欢却只拍一遍就过了 这场戏我准备了非常久 除了要提前把角色吃得很透 还需要有信念感和控制力 因为现场有其他工作人员在 所以要很专注 我当时状态就是热情的表演 冷静的心生缝乱世 如履薄冰 是张熟云命运的写照 他既向一夜扶贫 随波逐流 又向男性世界里 隐藏的一颗炸弹 各区所需互不相反时 各自安好 而一旦关系崩盘 则两败俱伤 人物的八面玲珑与异碎感 被赵一欢拿捏的恰到好处 包容心与驾驭力 是演员生命力之所在 出道早期 赵一欢就因出色的外形 被冠以青春片女神的称号 他的一颦一笑 烙印在观众心间 某种程度上 他成了青春的代名词 但这个响亮的标签并没有阻止赵一欢对表演的探索 尤其近年来 他以各类角色活跃 在多事情感剧 乌鸦小姐与蜥蜴先生里 赵一欢饰演的赵颜 犹如霸气女王 有一双剑渣慧眼 和一颗金刚星 职场拒绝性骚扰 感情要做主宰者 还是中国好闺蜜 在职场剧女士的法则里 他是演的律师 刘芳 是律所小百科 乐观开朗 工作能力强 对上级忠心耿耿 平凡之路里 他演的前红 因男友离世 卷入跟对方父母 争夺房子遗产的官司 经历了从冷漠事故 到逐渐被亲情融化 最终选择宽容放手 折射人性本善 职场御解 干练律师 瑜伽教练 这些出现在现实题材里的角色 不仅是赵一欢表演版图的新尝试 而且都有独立女性的底色 承载着多维度女性议题 或社会议题 极易引发女性群体的共情 无论是赵岩首思渣男 还是刘芳 逻辑缜密地跟上级和同事讨论案件 亦或是前方 是怀后 拥抱已失男友的母亲 给予安慰 这些或爽快 或暖心的时刻 都是当下都市女性的缩影 系路拓宽 在外界看来 是演员走出舒适区 但赵一欢 有自己的见解 说跳出舒适区太励志了 我觉得应该是遇到角色 我竭尽所能去完成它 然后一步步走到今天 就是多年积累磨练出角色的驾驭能力 再加上机遇缘分 才有了现在的水到渠成 其实每部戏都像我的成长记录 睡便不是一蹴而就的 在赵一欢看来 不管演的角色跟自己像或不像 都是不同的表演体验 当遇到跟自己相似的角色时 可以把自己的能量发挥到极致 而塑造不像自己的角色时 表演的过程会很爽 还能从角色上汲取能量 比如《梅花红桃》里的张淑云 这应该是我演过最复杂的人物 我从淑云身上获得了很多的自信 她的自信是由内而外的 是需要强大的自信心建构的 虽然她很悲情 但治愈了我 我演完她之后 身心得到了释放 感觉很爽 我的内心也变得更强大了生活 为演员吸收表演养分提供了最佳土壤 赵亦欢爱好广泛 平日喜欢阅读 看电影 写书法 摄影和运动 这些看似无关的业余活动 使则潜移默化 为她注入了表演灵感 如赵亦欢所言 演员这份职业很幸福 能让她的个性也蛮生长 因为演员是个杂家 需要她不断拓宽自己的思想边界 生命边界 最后反哺并扩展自己的事业边界 就像对张淑云的理解之所以深刻 离不开她此前的日常积累 和对生命日渐加深的感悟 此生尽兴 赤诚善良是赵亦欢的微薄简介 她是个珍惜时间的人 在女演员身份外 为自己贴上了终生学习者的标签 她喜欢把钱花在报班上课 买书旅游 这些能满足心理追求 和充盈精神世界的地方 戏里戏外的赵亦欢 都散发着独立女性的光芒 在不同年龄段 她对独立的理解 也开始发生变化 以前 我可能会诚恳地告诉一些 女性朋友 要怎么做才是对自己好 现在 我会对她们说 尽量自私一点 把时间多留给自己一些 你就会发现 有很多地方会变得不一样 因为这样 做我自己受益了 所以 这是我能给出的最好建议 回归演员身份 内于女演员的生存现状 不言自明 在赵亦欢眼中 心态极其重要 这也是帮女演员 打破岁月魔咒的法门 我觉得女演员的美 最重要的是要有包容心 因为她的身体和脸 是服务于角色的 要懂得放过自己 不管外界怎么说 要学会接受 只有内心强大包容自己 才能在角色到来时 稳扎稳打塑造 已经解锁了不少新角色 未来她还想尝试演喜剧 她坦言自带懂北人的幽默基因 而且没有包袱 希望通过喜剧 让自己的表演 给大家带来欢乐 实际上 赵亦欢 今年演了开心麻花的话剧 还结识一群喜剧演员 一边浸泡在 开心自由的创作氛围 一边磨练演技 现代女英雄 是赵亦欢想挑战的 另一个方向 这个角色外表可以美艳性感 但要充满女性力量 比如像神奇女侠 克服万难去帮助很多人 而这类具有女子力的角色类型 无疑与赵亦契合 结语 身处不同时代 身份迥异的赵亦欢 和骑士演的张淑云 各是一套 女性生存法则 如果说 后者是受到时代影响而臣服 那么前者 把握住了自己人生的方向盘 当外界感叹 30家女演员容易被框定时 赵亦欢用行动证明了 扩展戏路的有效之道 找到与当下女性 神美匹配的女子力 来建立优势 发光发亮 感谢观看 赵云